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行的单元娱乐哄啪 来到节目中的是第一次 在我们节目的导演张志威 带来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诗路人》 《诗路人》即将在两天之后 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上映 我们来谈谈这一部 应该是属于台湾跟香港青年人的电影 就题材而言 这是一个有社会事件 或社会犯罪案件指向性的一个题材 但是就类型来说 我相信导演应该 把一些不同的类型的特色 融进了这部片子 可以谈一谈 你的在设计类型上 是怎么处理《诗路人》这个片子 大家好 我是《诗路人》的导演张志威 这部片子最一开始是改编至一个香港 有一群年轻人水泥埋尸 然后逃来台湾的故事 水泥埋尸 水泥尝尸在宫下里面 因为它是牵涉到 第一个牵涉到所谓引渡条例的案子 当时就觉得很有趣 就把它改编了 后来其实在执行上 比较像是一场公路电影 我觉得 因为他们杀了人逃来台湾 然后在这里就是陶醉被追捕 你说在剧本的设计上 原先剧本的层次 还没有到拍的层次 原来是一部公路电影 对 希望他们就是在这趟旅程 有一些反省或自觉 本来的设计上是这样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没有公路的影子 现在看起来比较 即时一点 有一些更动 这个更动可能必须要涉及到 你怎么去把一个题材 变成了一个故事片 这里面我想顾虑很多了 你的监制里面有王瞳导演 有李道明导演 可以谈一谈你们是如何磋商 如何构想并且修正原来剧本的 这部片子其实是北一大 跟钟影的第一部的产学合作 产学合作 那当时的道明老师 是北一大的系主任 电影系的系主任 所以他就跟钟影谈了 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后面其实比较在创作上参与的是 王瞳王导演 王导演 对那其实在改编上 他确实给了我非常多的意见 但毕竟我们之间还是 每个创作者 我相信都还是有自己主观的一些想法 所以王瞳导演是代表钟影 来参与这个产学合作计划 没有他也是北一大的老师 对刚好也是我的指导老师 所以就选了我这个剧本来拍 所以他其实他压力也挺大的 在某程度上 跟老师合作 应该会有世代之间的差异吧 确实会有一些思想上或价值观 或电影观上的不一样 但毕竟王老师还是一个很 很资深的电影界的前辈 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确实给了我很多非常好的意见 只是我是否有达标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刚刚讲水泥埋尸 这应该是犯罪案件了 原本的题材 大概是可以说明一下 你接触到的这个事件 原本的题材就是 应该说有一个人 那个被害者叫张万里 他其实就是挺有钱的 但是这些年轻人可能想要拿一笔钱 所以就是用戈林方把他迷惑了 后来就不小心把他杀了 然后就用 先给他下了迷药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用水泥把它藏在公下里面 然后这群人 公下就是所谓的公寓 工厂大厦 工厂大厦 因为以前在整个工业北移 在香港工业北移之前 香港就很多制衣厂的 然后都是在工下里面去运作 但现在因为整个工业北移 所以这些供下都空置了 空置之后就会做很多文艺类的 或者办公室 或各种表演空间 还可以变成表演空间 是的 在片子开头我们就注意到 这里面有两个角色 年轻人有三个 其中一个是从台湾到香港去念书的大学生 另外两个是兄妹 看起来应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台湾的这位年轻人是租屋 是吧 是分租房子吧 跟他们算是一起住在工下 但必须说工下其实并不是一个合法的居住的空间 也就是说他们还在那 包括经营一个不正规的非法赌场 对 这些材料都不会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创作者凭空想出来的 你们怎么去理解这些材料 因为其实在工下 甚至现在的工下里面说有餐厅也有 其实五花百门 在工下想要有什么样的职业或者说场所都是合理的 某程度上可以这么说 那因为在角色设定上这个其中一个男主角叫阿冲 他是一个比较吊儿郎当的人 那一对兄妹的哥哥 对 有点不务正业 那我想其实在工下里面搞一个非法赌场来经营 来赚钱是挺有趣的 当时的想象是这样 但是这里面还牵涉到三个青年之间情感的交流 是的 除了兄妹之间 那是毫无疑问的 是出自一个家庭 而且相依为命 对 但是这一个台湾去的年轻人 又在整个这个工下的兄妹 他的生活之中 如何制造出以涟漪 并且可能还我觉得还牵涉到了真正犯罪的核心问题 他这个台湾人叫做台宰 我们把简称为台宰 那他其实是暗恋这对兄妹党里面的妹妹叫Panda 那他也因为这个Panda需要一笔资金 因而他就是为了帮他赚一点钱 或者拿到一笔资金 他就去勒索了他们的房东 Boss 然后引发了整个就是死亡事件 对 片子叫失路人 他可能不会只讲一个特定的台宰 在香港的发展 或者两个香港的失路的兄妹 这个如何走入歧途 他可能有更大的背景 你可以或者说企图 你可以把这两地之间年轻人 或者作为典型处理的年轻人 你是如何构想的 我想这个故事一开始是 我们写的时候是2016年 那时候的一个雨伞运动是刚刚结束了 那我身边接触的 可以说所有的香港年轻 他们普遍都是挺绝望的 在那个状态地下 那等一下你身边的香港年 你人在香港吗 还是 我认识了很多香港朋友 然后那时候也做了一些田调 比如说来台湾读书的 或者香港本地的一些朋友 那他们普遍都是对未来比较迷失或绝望的 所以那时候就是因而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心里面 然后产生了现在的故事 就透过水泥藏石案这个真实事件来改编了这个故事 那这里是总有一个逻辑 比如说我们知道水泥藏石是一个题材 但是在你的片子里面 的确也出现了这样的情节 三个年轻人互相之间 各自都对对方的某一个角度上来说 有一种善意和帮助的这种动机 但是却因为这个善意和帮助的动机 产生了罪恶或者犯了罪 那么这个听起来 应该是很具备原型性格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他怎么去跟香港 或者跟台湾年轻人的现实再结合起来呢 我想就是卡米尔有说过一句话 就是他人及地狱 就是当时在撰写剧本的时候 确实就是三个人彼此都有善意 但是因为每个人做的一个决定 会变成一种连锁的效应 最后引发了一种所谓的罪 那这个罪到底是否值得被原谅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说怎么跟现在台湾 跟香港的年轻人做一个连 我看你是在片子里面 透过很多零星的对白 刻意的让说你们台湾 我们香港或你们香港我们台湾 感觉上是你是要把这两个社会的某些同质性 或者某些共同命运绑起来 当然因为现在媒体常常或者说 现在人常常在讲说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那听到这句话其实挺有趣的 也试图把它放进电影里面 但是至于说到底有没有达到一个目标或什么 我其实不太敢说 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一个口才特别了得的人 那就请大家进戏院看看到底 这句话怎么被呈现出来 这样 在片子里面我们的确要透过故事 才能去发掘或去察觉导演究竟创作的背后 有些什么样的情感或动念 不过这里面每一个事件 在我看来都好像没有真正的收述 或者说没有每一个事件都没有结局 为什么 当然在剧本创作阶段 整个过程或者内容其实还是有收尾的 但是后来因为拍摄完在剪接的考量上 我们确实割捨了挺多长次的 可能会导致有些观众觉得 奇怪怎么这个人物的逻辑 或者他情感逻辑有点不太对 怎么突然就转变了 但是后来想想 其实电影是一个挺有趣的媒介 因为每个观众在解读一样的内容的时候 他可能想象的空间或解读的方式 其实不太一样的 所以某程度上我们把这些东西拿掉之后 说不定会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想象空间 你的意思是要让观众自己去 进了戏院以后 自己去想象 或者去串接出导演没有说的事情 对 毕竟作者已死 还是有一些想象空间 那么比如说在 你们剪掉的 或者说没有剪进去的故事 可以稍稍说一说吗 其实本来三个主角杀了人 那个叫阿聪 香港的哥哥 那他其实这群人三个年线 逃到台湾之后 他们有一场争执的 因为这个哥哥一直想去见网友 另外两个人觉得你都杀了人了 怎么还这么屌 让人家去找网友 有了一场争执 那争执过后 其实这个哥哥还是内疚的 他是想要去警察局自首的 当然以法律上来说 台湾是不能逮捕香港人的 因为有引渡条例 但是他还是内疚去了警察局 但是那场戏后来因为 剪接上的考量 我们把他拿掉了 所以可能观众会觉得 奇怪这个角色怎么 好像没有进去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 一个转例 你的剪接考虑是什么 可能是拍摄上 我把太多的元素放在那一场里面了 因为调度上本来是有点复杂的 那个警察局的场次 后来也让这个台湾人的爸爸 叫台爸 他这个警察也在那一场里面出现 因为有太多元素在里面了 所以可能观众会觉得 太巧合了 怎么会这样处理 所以后来就把他割舍掉 为了整个影片的一个调性 在整个故事的结构上 我也是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正好借着导演在现场 就这样问一下 没问题 片子里面有一条蛇 这条蛇 而且明显的看来是一条毒蛇 他被放成一个 变成一个好像看起来蛮有用的道具 什么样的道具呢 是杀人的工具 对 如果我是一个被人拿来威胁 或者是惊吓的一个受害者 我看到这条蛇 我不会想到要拿他来当杀人工具 那为什么你在你的故事里面 决策做了这么样的决定 我想其实在创作过程 我的想法是挺单纯的 就是这个台湾的年轻人 他为了要勒索这个boss 所以寄了一条蛇 因为蛇其实挺恐怖的 那这个boss在收到这条蛇之后 他确实误会了 以为是香港年轻人 阿冲在勒索他 然后也因为他们之前 之前有一些争执 所以他其实内心 其实有一股怒火的 那怎么会用这条蛇来勒索他 我在跟演员沟通的时候 确实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如果说他一个心理压力 去到某种程度很愤怒的话 我想是有可能会拿这条蛇来勒他的 至于为什么这条蛇 看起来像一条毒蛇 他其实是没毒的 只是因为我们视觉上考量 让他恐怖一点或者鲜明一点 所以我们特别挑了一条 花色比较可怕的蛇 那至于常常会有人问说 那你的蛇或者你的苹果有什么隐喻 其实身为一个创作者 我比如说我想法其实挺天真的 没什么含义 但是刚好跟圣经的一些典故 比如说蛇要诱惑亚当跟夏娃 去偷食禁果 有一些连结 可能这是观众自己去 在你创作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圣经跟 应该说我基本上是没想到的 但是可能后期在简节上 有人提出了这些想象 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一个想法 在这就是让我很惊讶的地方 就是因为片子应该是具备一个比较写实的基础 我相信你刚才也用了这两个字 也不是随便用的 它有一个即时性 而且你也看起来对于很多 包括香港跟台湾两地的这种市民生活的小细节 也都采取了非常稳定角度 中景的框 用照相机来说就是50mm的镜头 是很平实的 但是在故事上来看 故事荒诞到我觉得无法理解了 思路人究竟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上 是走向一个荒诞的风格 我想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命题 对于我而言 就是这些年轻人 当时是写剧本的阶段 这些年轻人他杀了人犯了罪 然后他们因为害怕 所以把他买起来逃来台湾了 那我想他们每天要面临的就是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 他们的生命好像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 所以在这么这样的一个结构 或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 他们所做的事情 其实可以荒诞到极点的 当时我的想象是 也就是说 你要制造一个世纪末 或者说是末日的 末日之前的那一天 对对对 当时可能看了末日 狂欢来参考想了很多 当然最后呈现起来 又是另外一种的样貌了 我们先不管剧本本身 我们就说就拍摄 你实际 这是你的第一部剧情长片 我觉得与其说我们要把这部片来推广 我更很想理解的 是你在创作的过程里面 使用的技法 是经过哪一些考虑而形成的 比方说第一个镜头 那是一个算是长拍镜头 在一辆可能是双层巴士的上层 这个我不知道 你在哪拍的 但是感觉上就是在那个巴士的上面 你随着城市的车流而移动 而镜头也就因为这样 有了一个逐渐开阔的视野 像这样的镜头 我觉得是还蛮动人的 那参考了哪一些导演的 做法或者是用意 其实这些镜头应该是我跟摄影师讨论出来的 并没有特别去参考谁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电影观一直觉得电影其实是一趟旅程 然后角色是灵魂 我只是帮忙盖出了一个车厢 但这条旅程到底怎么走 其实是角色跟观众一起去完成的 所以在影片里面我会希望有很多的移动镜头或者说城市的移动镜头在交通工具上 那片子的一开始是香港的夜景 他其实在钉钉车上拍的 那因为我其实觉得一个创作者最需要的是把一些城市的景观记录下来他美的地方 所以影片的一开始是一个车的镜头 片尾也是一个有点像旅程的车的镜头 有一个护纹这样 至少这个一头一尾 感觉上的确跟公路电影有关系 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轰趴访问的是张志威导演 讨讨的是他的电影《失路人》 失路顾名而思议 三个年轻人在这片子里面 是不意间走上了不该走的道路 而且从电影一开始铺陈的这种情境来看 三个人不管是调皮活泼 但都好像挺善良的 可是逐渐发展的过程之中 年轻人似乎被局促到 或者被逼迫到一个既狭着又无法去回应的 一个残酷的大街上 三个年轻人逃回了台湾 而中间还有一段很特别的地方 刚杀过人的阿葱 他回到台湾来见网友还不说 想念的是卤肉饭 这个我想你可以做一点解释吧 这个其实当初在想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本身是澳门人 那对台湾的食物其实最怀念的也是卤肉饭 那片头一开始其实有讲这群年轻人之前有来过台湾了 是 也有这个台湾年前有带他们去吃他从小吃到大的这个卤肉饭 所以在他们来到台湾争执过后 这个阿葱香港年轻人 他想为另外两个人做点什么 或者表达善意的时候 他选择了跑去买这个台湾从小吃到大的卤肉饭来 做一个谢罪也好 或者和解的工具也好 这样的一个想象 但是你也让他 或者说应该说让他遭遇了一个很意外的转折 他在路上在公车站牌 遇到了一个大姐 这个谢罗我相信是一个 可以说只能用离奇而不胜生意 你为什么会让他有这样一个遭遇 而那个大姐还跟他吃了一顿 我相信这个在进电影院的观众看来 也应该有一点意外和不可思议 可是我一向这样说 创作的人永远有他的用意 你说说看 我想就是思路人 这个阿葱刚跟另外两个人吵完架走在一个路上 我想身为一个创作者 还是希望给他一些祝福或者陪伴 或者一些心灵上的慰藉的 所以会设计这样的一个很台湾local的 或者说有一点台湾意味的大姐来作为一个陪伴 其实是挺有趣的一个想象 当然后来他们去的一个吃了个卤肉饭 也发现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也不是台宰从小吃到大的那一家 但是至少在那个夜里我想这个香港年轻人阿葱 他有了一个陪伴 有一个慰藉 然后而引发他隔天想要去承担这一切的一个动力 同样的我还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大姐吧 也在整个故事里头也没有ending 也没有收述 也没有结果 那么前面的事情没有结果 后面的事情也没有结果 我从头到尾看到都没结果 这个难道不会是 你不会把它想成干脆设计成一套 没有结局的事件的一个美学总集成吗 我想挺有趣的可以从 《思路人》这个片名来引申 像就是谁被思路之人 然后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所以我想总是会有一些萍水相逢的人 但是在某程度上安慰了你 但是其实本来这个大姐还是有戏份的 在警察局里面 所以我才会说因为把太多元素都放在里面了 所以后来就有一个歌手 到那个警察局的那一场戏 对你来讲 不觉得有点可惜吗 是有多少有点可惜 但是为了整体的影片调性 或者让他变得更多的想象空间 我觉得这也不妨是一个尝试 关于演员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演员的部分 其实三个年轻人饰演台仔的是台湾的演员叫石之田 石之田 对他之前出道作品是军中乐园 后来也有演了周格泰的五月一号当男主角 那最近他四月四号也有一部公式的影集 是单演男主角的叫妖怪人间 然后另外的两个兄妹党男生叫吴志伟 吴志伟 他是在北义大学戏剧的戏剧系的一个香港人 他是从香港到台湾来念书 对 然后 郭尔军呢 郭尔军他是香港人 他是念演艺学院的戏剧系的 两个都应该都没有长片作品吧 我猜 也就是说三位年轻的新锐演员 也大概符合电影院 电影情节里面 他们的年龄和一部分的身份 对 那也很感谢就是其他的一些演员 都是很资深的一些前辈 比如说像饰演BOSS的 就被杀的那一个邓伟杰 他是香港很知名的剧场界的导演 然后另外饰演他弟弟的朱伯康 他去年也有入围了金马的最佳男主角 他在这部片子里面饰演一个有点好像精神上有障碍的人 这个看起来也非常出色 对 本来在角色设定上是让他有点冲动的 但是他因为有点口急 所以没办法表达 所以他所有的表达都是透过肢体来表达 那另外还有以文哥陈以文 他饰演的是台宰的爸爸台霸 看起来你是把阳光普照里的爸爸 搬到你们戏里面 但是好像顺序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对 你们是在更早的时候拍的 可以大致上说一说吗 我们其实是在2017年的3月到4月期间拍摄的 但是后面因为经过剪接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变成比阳光普照更晚上映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运气 但是先看过阳光普照的人会说 陈以文怎么又演一个帮儿子干掉别人的爸爸 但是我觉得运气挺好的 就是刚好以文哥也透过阳光普照 拿了金马奖的最佳影帝 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宣传 另外还有黄采怡 还有黄柔敏 黄柔敏是演妈妈 黄柔也妈妈 对 演员是两地 而你说你出生自澳门 对 你怎么去掌握不同地方的演员 以及他们的各自的表演训练 我想因为我来台湾学习电影已经十来年了 所以对于台湾的一些电影的作业模式 其实还算是了解 那也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看香港电影长大 或者看电影香港的娱乐长大的 所以工作上也很流畅 而香港演员普遍上其实专业性挺强的 然后非常的快 非常精准 所以沟通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 可以更具体一点来描述一下 你对于至少港台两地 演员的表演模式 或者说你所接触到的演员 在互相之间 因为生活观念也不一样 对 那有些什么样的差异 我想三个年轻人 在一开始拍摄前 我们进行了很多默契上的沟通 就是我会让他们聚在一块去玩 去打网咖 去什么 去生活 然后也会跟他们进行很多的排戏 但那些排戏都不是照剧本本身的 而是以剧本本身的角色设定 来做一些很即兴的练习 因为我 就是在故事之外 故事之外的 另外临场去设计故事 或者说表演出故事 可是石志田的语文呢 石志田的语文 他其实本身是不懂得讲粤语的 但是后来再确定了 是他当男主角之后 我跟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通电话 讲粤语 讲三四个小时的可能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发现他学习的蛮快的 大概距离拍摄 可能不到三个月吧 他就把广东话掌握得很好了 就基本上听或讲都没问题 但是后来拍摄上 因为香港演员也过来了 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 其实语速挺快的 或者会用很多礼语 他又突然听不懂了 没办法沟通 只是过了几天 他又掌握了 所以其实学得挺快的 很佩服他 在和胡志为和郭尔军的合作的时候 或者说同样的问题 反过来说 吴志为和郭尔军到台湾来拍摄的时候 他也要使用普通话 在语文上面 有哪一些互相必须要去支援的 或者是互相要去协调的 我想基本上香港演员对于国语都普遍都是懂的 只是可能发音并不是太标准 但是正正因为这个不标准反而更符合角色本身了 至于在影片里面有使用到一些语言上的落差 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母语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设定上让他们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话 或者一些OS 或者一些比较冲动的话的时候 是让他们用自己的母语来讲的 比方说 比方说当时吴志为 就是自演阿冲的这个演员 杀了人之后 他一直用广东话问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这时候台宰给了他一个意见 说买了吧 他不是用他们平常交流的广东话 而是用国语 是 对 像这些 或者说 这个吴志为最后跟网友见面的时候 他有悄悄的说他杀了人 只是他是用广东话来说的 对 这些都是运用的语言的 不管你说隔阂或者是不协调 而产生的某些特定表达他心理的状态 是的 你现在听到的是 《诗路人电影片尾曲》 《谁伴我闯荡》 来自比亚 前面是哪方 谁伴我闯荡 沿路没有指引 让我走上有四窄空 沉梦像颇荒 谁伴我疯狂 长夜占过冰冻 但我只有尽量去多 几多天真的理想 几多找到是随缩 沉黑去仍失望 几多宿中创伤 娱乐红八访问的是导演张志威 刚才我们听到了Beyond的歌 用这首歌在片子里面做片尾曲 其实在片子前面也有 两次出现 可以分别讲一讲吗 我想 就是我这个年纪出生的年轻人 或者说人都多多少少有听过Beyond的歌 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 因为就是这三个年轻人犯了错 然后但是我在想身为一个创作者到底也没有权力去批判他们到底是对或错 最后在影片的结尾当然是希望给他们一个祝福 或者说给观众也给他们一个祝福这样 所以最后会用这首歌谁办我闯荡来就是陪伴他们这趟旅程 那在之前的片里面 Panda就是这个兄弟党的妹妹也有唱了这首歌 他在天桥上喝得烂醉 喝得烂醉 当初他的状况是跟哥哥吵了架 他们本来是相依为命的一个兄妹 那在这样的状态底下 我觉得他的内心需要一种释放 那释放的话到底唱什么歌 最后就选了这个Beyond的这个歌来让他唱 当然在片里面他其实唱得挺烂的 虽然他在戏里面的一个职业是直播唱歌的 只是我想这个唱得很烂 但是他情绪又非常的好 所以最后廖青松就是老师 他在剪辑的时候说这是唱得最烂的 但是是最好的一个表演 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唱得最烂应该是说他没有一句唱准过 是的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表演版本 也就是说他也有唱得准的表演版本 应该说在拍摄过程当中 他唱的基本上都是唱得不准的版本 因为需要他是在天桥上对着远方在呐喊 但是当初当时我在拍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难过 听他这样声嘶力竭的在唱这首歌 好像很惨 所以其实觉得挺棒的 也惨对了 惨对了 廖青松剪辑师在你们的这片子里面 似乎也出了非常多的力是不是 对 就是我很高兴或很荣幸在来台湾学习电影 这十几年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长辈 他算是一直陪伴着我 就是在为了我所有的片子做最后的把关 那在其实刚拍完《诗录人》的时候 其实挺低潮的 因为毕竟我们学习电影或喜欢电影的人 常常会拿自己的第一部长片 跟很多的电影大师做比较 所以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太满意 或者说拍的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廖青松老师 他确实是电影界的保姆 台湾电影界的保姆 他不仅在剪辑上帮我顺了很多 我可能拍摄上没达标的地方之余 他在跟我一起剪接的过程当中 他更像一个心灵导师 每天不断的安慰我 说你很棒 你很棒 一直其实有点像是心理辅导过程 在剪接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在剪接的过程里面 他没说那些话之前 你会觉得你很不棒吗 当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 其实老实说学电影这么久 我一直记住一句话 就是学电影最重要的是谦卑 所以当然我也不是老王卖瓜 会说自己片子拍的多棒的人 但是确实在一些执行上 或者创作过程当中 当然会有一些瑕疵 然后所以心情其实挺差的 刚拍完的时候 但是也很感谢廖庆松老师 在剪接的过程当中 陪我度过了这样的一个难关 有一些镜头看起来 是用非常智 幼稚的智 拙就是笨拙的拙 用智拙的手段拍的 但是我还觉得让我印象深刻 其中有一个镜头 就是在车的后座拍 透过掉肩膀背影 看到我们看到了车往前行 并且看到了警察 看到了我们的主角之一 好像要去投案 接着警察正要逮捕车上 这两个人的时候 侧面又冲出来 让观众非常意外的阿斌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精神上 有点障碍的 这么样的一个角色 接着在一阵小小的冲突之后 车子继续往前开 两个人回到车上 把车子往前开 而且还差一点出了车祸 这一个镜头下来 我倒感觉它是一个很有张力的表现 也是让我在整部片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 可以谈一谈你当时设计这一个镜头的整个敬畏 以及你想表达的张力吗 当初想就是把摄影机放在车内陪伴这两个演员 第一个首要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观众有一种 也在这个空间 就是跟他们一起感受这样的一个戏剧张力 那当时拍摄期之后 其实我跟摄影师都是坐在车的后座的 然后因为要躲避这个阿斌的追捕 所以车必须得开得挺快的 刚好又是一个斜坡往下走的 你还差点撞到那警察 对刚好前面还有一台公车 那台公车不是你们设计的吗 不是我们设计的 所以我跟摄影师在拍的时候都说 小心一点开 我们两个都有点紧张起来了 其实挺有趣的 所以这个要让我觉得很惊讶 原来那个公车跟你们没有关系 那场面调度上 这个还不要说什么危险了 有那个公车跟没有那个公车差很多 因为假设没有那辆公车 你那个镜头都不知道应该在捡到哪里停止 是的 所以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这一类的我们说意外或者说 临时发生的这些状况 在这部片拍摄期间多吗 其实还有另外一次 就是现在的片尾是这些人 这三个年轻人一直开着车一直往前跑 其实本来之后他们是会开到海边 然后警察上来围捕 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所以他们只能在海边泼水欢乐 但是在拍 就看起来还是陌路狂欢 对但是后来在拍摄的时候拍到了现在的结尾的这个镜头的时候 我突然跟摄影师两个四目相接觉得好像对了 味道就在这里 那最后剪辑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留在这个位置 可能想象空间会更大 所以很多事情不见得是你在剧本或者说拍摄现场就已经决定的 对的我觉得好像创作最好玩的就是常常会有一种好像被推着跑 或者意料不到之外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是很迷人的一个地方 那就整个故事的没有完成的那些情节 我还是非常好奇 第一个好奇的是 阿斌到底被打死了没有 看起来没有 因为子弹是从右肩穿进去的 是的当时在设想的时候 就是在想到底要开枪开在哪 但是如果是开在头部 的时候就变成说需要做的一些成本会非常的高 一个熟练的老警察不会这样下笨下那么笨的手 对这打打手也阻止不了他 所以最后决定打在胸口的地方 当然左胸跟右胸也不一样 左胸就是可能打中心脏就一定死了 所以为了制止或者最有效的制止他可能是打在右胸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那么台湾大姐后来怎么办 台湾大姐本来是在警察局会出现的 最后他其实就变成是一个萍水相逢的概念 在某个夜晚安慰了这个失落的人 另外就是这一对兄妹 尤其是妹妹 你会怎么去想他在失落状态之下会走上哪一条路 这并不是说电影应该怎么处理 还是你的想象是什么 当然我还是希望这些人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因为所有我想所有好的电影就是在电影结束的时候 可以让观众继续去思考或者继续想象他们未来 电影之外的未来 那我当然是希望给他们祝福 因为在我创作的时候我并不觉得他们是坏人 只是刚好一个被命运推着走 他们走上了一条好像是不归的道路上 那么受害人在片子里面 好像每个人都是受害人 对 包括boss的太太 他的弟弟 还有甚至这一对警察和开旅馆的母亲 这一对夫妻 没有人不是 对 他光是这一个疑问或者说这一个类似的主题 你怎么去看待在你的片子里面 我想所有的艺术作品好像少了悲剧 就会少了一种力量 所以在处理上当然会往一个比较 比较惨或者比较坏的地方去设定 但是在每个角色上他们又是好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是一个挺奇怪的东西 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 或者每个人都是好人 但常常会因为很多意见 或者很多阶级社会的立场 变成了彼此间有一些冲突 另外那一对进行拳击赛的夫妇 他们的伴娘服被偷了 对 你觉得公平吗